海濤的小風 Associate's 海濤的紅髮型 接下來請收看海濤髮飾問髮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整个佛教的教育就是要调伏自我 调伏内心 因为这个我就是所有痛苦罪恶的根源 所以就像各位有小朋友来参加最好 从小要开始训练自己 不要做电脑的奴隶 手机的仆人 不要做外表的奴隶 不要做感情的奴隶 因为呢 这些欲望 我爱 我不爱 那就是生死轮回的根本 当然如果多去了解这些痛苦的众生 哎呦 有地狱 所以我们华人真好 我们华人至少跟印度人一样 相信有轮回 真的有鬼 真的有地狱 因为这样如此 所以我们就会想到未来世的问题 那为什么会下地狱呢 憧悔心去伤害到众生会下地狱 为什么做恶鬼道呢 贪心不满足 然后呢 去造恶业会堕落恶鬼道 那为什么会做畜生呢 因为不信因果 所以呢 不信因果 胡作非为 杀神吃肉 那你就会做畜生道 那你要是下了伤恶道 那可真苦啊 就像现在网络也有好处 网络让人家看到牛怎么被杀的 猪怎么被杀的 鲨鱼怎么样被砍杀的 乌龟怎么被杀的 小公鸡怎么被伤害的 小公牛怎么被伤害的 所以很多人因为看到这个 所以现在开始西方社会流行Vegan 大家有觉醒 因为以前不知道它的痛苦 就像有人问我说 鸡蛋到底是荤的还是素的 你不要讨论这个 它从哪里来了 这个来的过程是不是痛苦的 这个比较重要了 因为它的缘起是个痛苦 就像你身上穿的羊毛的衣服 真皮的皮鞋 皮包 虽然很漂亮 但是想到它的过程 那我们就会生起悲心 哎呦 他这么痛苦 所以我如果为了满足我的欲望 不管它的痛苦 那我就是一个不慈悲的人 所以就不愿意去用这些东西 甚至你一个人不用 就少一只动物被杀 就这么简单 虽然天气很冷 有些人很喜欢围着狐狸的围军 兔皮的衣服 但是现在网络已经看到了 那些狐狸 我们最近才救了 1400只加920只 这一个礼拜之内 所以他们是活活地抓起来 就敲 让它稍微昏倒 就开始扒皮 这样啊 所以因为它死了以后 扒不了皮的 所以他们都是这样的痛苦 那才有所谓 人类很漂亮的狐狸毛兔毛 等等等等 那现在慢慢这个资讯传出去了 你可以看到网络 很多小朋友从小就不用 就会哭 对不对 他看到小鸡死了会哭 他看到他鱼死了会哭 这个是他过去死的善根 这个就是不鱼次的意思 他相信他会苦 而且他不愿意他痛苦 所以我想因为如此才有 因为贪嗔痴造恶业 所以在恶道轮回 那我们要经常给他们回向 不是光回向自己父母祖先 但是以对待自己父母祖先的方法 来对待其他的众生 那就变成一种慈悲了 但是你要达到大慈大悲 那你就要有体正无我的空性 当然佛教一直讲禅 般若空性 然后告诉我们 完全没有分别叫空性 没有你没有我 因为这个你跟我花跟人 只是一个暂时幻化的存在的 所以没有永恒不变的 所以呢 那就像冰块一样 冰块如果太阳有智慧一晒 然后冰块就融化掉 原来水就是冰块 冰块就是云 云就是雾 这是因为我们用自己的想法去分别 它是冰块 它是云 它是雾 它是男人 它是女人 所以有这个分别 就有喜欢跟不喜欢 因为这样 讨厌跟喜欢 那你就会痛苦 因为有这个贪嗔痴 那你就会造业 什么叫造业 行为叫造业 所以这个造业 不分佛教非佛教 你只要杀生 就是造恶业 并不是说 我不是佛教徒 我就可以杀 你是佛教徒 你不要杀 所以有时候我在外面 很多人说 师父 来来来 吃素的 你都不要吃 我来替你吃 我说你不能替我 我生病 你吃的就是你生病 而不是说 你不要吃 我来吃 所以有时候 师父 哎呀你好可怜 你不能谈恋爱 我说你这样讲错 你才可怜 你就像吸毒的人一样 没有毒你会痛苦的 所以我想 征服自我的欲望 你才有自由 生命要追求 自由自在 如果我们被某个东西卡住了 那是你自己的无名执着 你为什么要被它卡住了 为什么被它卡住了 所以你要放下 所以你这样放下就解脱 放下 它很容易 对不对 你没有智慧怎么强迫你放下 明明这个18岁的女生要谈恋爱 你把它关起来放下 它会发疯的 所以这个放下要透过理解 原来我不是爱对方 我是有一个欲望 这样而已 这个欲望才是你的敌人 不是男人女人在勾引你 就像说 你很喜欢一个女生 那你为什么看到母狗不会喜欢 因为你分别 你分别 它是人 它是狗 但是无论如何 真实的 我们都以为说 我得到冰 我要吃冰激凌 我喝到了 我就快乐了 事实上 就像抽烟的人一样 烟是会对我们伤害的 大麻麻啡对我们伤害的 是你对它有欲望 而造成你的痛苦 甚至造了这个 吸麻啡的恶业 但是如果你能够把这个欲望 断除掉 净化掉 那你不是自由自在的吗 所以不赌博的人都快乐 不生气的人都自由 不骄傲的人都自在 所以我想佛法的教法 各位既然来学佛了 我们相信人会生病 也有人做穷人 也有人得癌症苦的要死 并不是有钱就不会生病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所以它会如此 所以我们跟它回向 回向是希望它 先得到暂时的安乐 但是更希望它 为什么要给它念经 念经要是佛 就是希望先解决它 暂时的痛苦 进一步让它了解佛法的原理 所以透过这样来帮助它 所以我想当我们在为往生者念心经 你也要为自己念心经 心经就叫我们放下 故空中无色 受想形式 无言而彼此的声音 如果你用智慧的眼光去看 哪有一个我跟我的眼睛 我的鼻子 哪有这个外在的美丽 或是好听的音乐声音 那些都只是一个 一个就像各位看电影里面的影像而已 它是一个假的 如幻如画的存在而已 它不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叫空 空就是真相的意思 那如果你有这种真相 去看一切 那凡事都在做梦 梦里面是真的还假的 假的 假的有什么好快乐的 有什么好伤心的 因为它只是一个幻化的存在 那只是我们所谓无名 那你就会认为 它是不变永恒的存在 所以这个世间很多人很苦 失败了他很苦 离婚了他很苦 生病了他很苦 因为他不了解这个真相 如果你了解这个真相 哎呀 有生必有死 但是如何要解脱生死 不然你现在死的又来生 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 这个叫轮回 不管你升天 可能你升天可以享受快乐 久一点 但是天上的神最痛苦的是什么 念一下 爱别离苦 一个天神 当他时间到了 他就要去投胎 下地狱或出生到 随着他的恶业 他最大的痛苦 不是肉体的痛苦 因为天神的爱人 有一万 两万 四万 几亿 看到他的福报 然后呢 他每一个最爱的人 都一直离开他去找别的男人 别的女人 他那种心快裂掉的痛苦 天人叫爱别离苦 今天一个你最爱的离开你就受不了了 何况这么多一个一个离开 所以而且他还知道说 完了 我现在天人 善业结束了 我马上要去投胎做穷人 我投胎去做畜生 他没有办法接受 他会发疯一样 所以佛教 我们每天要跟天人归一三宝 天上的天人 神如果归一三宝 乃至听闻到佛号咒语 特别尊圣佛母咒 他可以升更高的天 这样 所以基本上 连对天人都要慈悲 那阿修罗道呢 就每天在比赛 看谁厉害 他要真赢 所以他必须要打仗 所以真正的天上的女孩子的漂亮 没有超过阿修罗道的漂亮 阿修罗道那种漂亮 他是每个人24小时都在打扮 那种妖艳的 那天人是那种比较清静的漂亮 所以因为他们的世界 就是天天都在争啊斗啊 那为什么阿修罗道 就是因为他们有福报 就像各位你很会去布施 很会去布施 但是你很想要赢人家 连布施都要赢人家 想要抢头香 站最前面 然后赢对方 所以现在这个世界 有很多国家 所谓强国 这都是阿修罗道心态 为什么要强 你要让整个非洲 都离开贫穷 那才叫强 不能说我强 我不让你更强 那这样就会造成对立 对立就是战争 经济战 贸易战 还是这些人心的战争 还是武器的战争 因为斗争就会竞争 因为竞争就会战争 所以这个世界 因为大家有福报了 但是因为那种 真的 增强夺利 不输人家 那这种心态 就让你在阿修罗道 所以阿修罗道很痛苦了 阿修罗道天天为什么很痛苦 知道吧 阿修罗道有一种树 这个树像珊瑚一样 但是这个树长长的 长得很高 会长到天道去 那到天道以后 那个树就变成红珊瑚的颜色 底下是灰色的 然后水果通通长在上面 阿修罗道就在树下看 天人天天吃水果 然后他们在那边种树 你看他气不气死 所以每天都要想要争 然后天神很喜欢娶阿修罗的太太 所以阿修罗的女孩子 羡慕天人的这种快乐 所以他不嫁给阿修罗的男人 那你看他苦不苦 所以阿修罗每天都要去跟天神打仗 这个意思 因为他们的夜宝就是如此 所以女人被抢走 东西都被天人拿住 虽然他们还是算有福报的 所谓没福报就像鬼道 天天饥饿寒冷 看不到爱人 特别孤魂野鬼 所以我希望各位每天晚上慈悲 在门口或是有佛像给他点一个灯 为什么 那些孤魂野鬼 一做孤魂呢 他在百起 所以叫幽明界 永远没有光 也看不到另外一个鬼 你看多孤独 然后他心里一直想着 他最爱的人 一直想到 一般人相思病 相思久了还会死 他不会死 孤魂野鬼不是没事 幼哉幼哉那边打坐 叫孤魂野鬼 他就是心里一直想着 他的家人 想着都快 心脏要裂掉了 但是他就是见不到 所以佛陀说 到了傍晚 麻烦各位至少在佛前点一盏灯 然后这个灯 就会让那些可怜的孤魂野鬼 看到他的爱人现在在那里 他就会马上脱离那种爱别离苦 因为他们的那个苦 不是一天 不是两天 各位妈妈 你最爱的儿子下课了 所以今天没回家 完了 被坏人抓走了 你会想他一辈子 就是这种苦 天天工作都不做 到处贴海报 要找这个 小时候被抓走的小孩子 那种痛苦没办法形容 而且他不是光想一个 他想很多个 自然来攻击他 自然那个夜 就会让他想爸爸 想妈妈 想了就想了好几代的 都一直想 然后看不到半个 所以那种爱别离苦 各位就给他点个灯 然后如果你给他祈愿 这个光 又变成阿弥陀佛的光 他就会按照这个光 他就可以脱离痛苦 所以对这个世间的苦 那各位要去思维 所以释迦牟陀佛 陈佛给我们讲的 最重要的道理 也叫四圣体 但是这个四个真理 最重要的真理 就是苦的真理 凡事有生命 就像人类有肉体 你有这个身体 有从生到死都在苦 生老病死苦 这不分年纪的 所以有时候小孩子 从小就在生病 一生下来就在生病了 爸爸妈妈为这个事情 所以前一阵子 有一位女孩子 因为她得癌症 但是她怀孕了 医生就给她说 那你最好把小孩拿掉 那你这个病还有可能医 因为她得癌症 结果她还是决定不要 她说那我死没关系 这个baby最重要了 我这个病可能也医不好 但是我留一个小孩子 给我老公 这样 她还是坚持把她生下来 那生下来以后 她的病就慢慢发作 最后死掉了 所以她在死之前 录了很多很多的录影带 你看那种苦 这个女孩子要超度很困难 因为她整个执着 都在那个小孩子身上 所以你要超度她 你还要跟她说法 有时候我们在超度 老和尚都叫来掉魂 掉到前面来 那就开始跟她 跟她讲话 跟她商量 一直要讲到她放下 那我们台湾人还会用一种 这种不好不威 对不对 一阵一反 讲完了 OK 这样 吃饱了吗 也不接受 然后一定要跟她一直商量 因为你不跟她商量 她就是不走 所以 但是你要用爱感动她 跟她讲道理 所以各位 这个你要学 我们地藏菩萨的禅定 她不是针对自己断叹成吃 她就是针对各种苦道的 第一道 二鬼道 一一跟他们说法 你为什么会做这个厌口鬼 你为什么会做死法鬼 你为什么会下地 要一直跟她说 然后在说的过程里面 对她很好 就像我们刚刚对她布施 给她药 会向她功德 跟她说空性 求阿弥陀佛加持她 这是因为我们还没办法 很认真的说法 就先透过这个经典咒语 但是一个立她的心 就像我要各位这样绕一圈 是我们每个人都来跟她say hello 都来祝福她 都来跟她结善缘 她有这么多的爱 她会很感到 该给的都给了 衣服啊 食物啊 药物啊 牛奶啊 我那边有两本 把她拿到前面来 两本 堕胎胎儿 里面有列一下 一千七百万个 堕胎胎儿 一千七百万个 名字我们浓缩在这里面 但是呢 带往世界每一个角落 带她去美国观光 加拿大 玩玩 带她出去玩 天天给她牛奶 天天给她玩具 天天给她爱 当然一千七百万是不够的 但是全世界有那么多 所以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写进来 在洛杉矶 洛杉矶区境内外 所有被堕胎胎儿 死亡儿童 然后就给她融入在里面 然后呢 我们就会copy了几十套 给每一位慈悲的法师跟道场 他们一直在努力 所以在印度北部 在不单那个比丘尼佛学院 我们都给他们 他们就当作真的 买了很多玩具 我觉得女孩子比男人真的有爱心 他们买了很多很多玩具 这些比丘尼都生小孩一样 因为他们有孩子了 然后他们就很努力的在 每个月两次替他们修法 而且他们那边东西便宜 便宜的时候 我们拜托给他供养他一百块美金 说五十块买 买这些 你们可以上供等一下吃 五十块呢 念完以后帮他淹供淹供 一百块他们就可以买很多 替他们供养 替他们下食 他们又去 每个人都去做那种玩具 哇 供了一大堆 那我想这些小孩子就很幸福 但是对这些比丘尼 山上里面住的比丘尼 对他们也很好 他们觉得说 这样他们有一个动力了 本来研究佛法是枯燥的 但是在研究佛法能够利益众生 他觉得很温暖 所以我想在修菩萨道 各位一定要 让自己有这些境界 去关怀 关怀动物 关怀动物 像我很喜欢狗 所以 我经常超度狗 昨天那个牧师还问我说 听说你养了很多狗 养了多少的时候 三千只 我吓坏了 我说不是我养 我们有六七个护生员 他们天天吃素 然后天天给他放了海涛法师录影带 免得不认识我 因为我有时候带人家去看 我一直跟我叫 天哪 那不是我养 我现在要吃东西 就要看看我相片 免得 我很丢脸 我去还叫我 所以 那问题就是 让他听佛法的意思 所以用各种方法 去对他修悲心 所以狗 为什么会做狗 你要知道吗 大部分都是邪淫 再加上一种爱的执着 就是如此 所以 那你要慢慢慢慢 跟他说法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学会说法 这个说法在大乘的禅定 跟小乘的禅定不一样 小乘的禅定 知道生命很苦 苦是来自于无名贪爱的贪嗔痴 所以他禅定的时候 目的是要断除贪嗔痴 以不禁观 无常观 断除贪欲 以忍辱 断除称贵 以这种姻缘观 断除我的愚痴 希望断除了 然后就脱离生死 大乘的禅定不一样 大乘的禅定是什么 大悲无量 所以大乘的禅定是圆的 所有痛苦的众生 一直给他说法 一直帮助他 就像各位你在念 欧玛利贝美欧 欧玛利贝美欧 你要变成四倍观音 牵手观音 然后你的手到地狱里面去 到恶鬼道去 到各种动物 你开始要救牛 救骆驼 你要一一的念 所以你念 会念很久 为什么 因为你 如果你很 你不懂得照料 欧玛利贝美欧 我要念一万遍 还没有一万 因为你没有悲心 我们念 欧玛利贝美欧 的时候 就像各位在那 看到牌位 看到往生者 看到胎儿 你都看到了 知道吗 然后你就 一直给他念 他就渐渐离苦 一直给他念 从牛 看到犀牛 鳄鱼 你想得到了 看到 想让他被杀 被吃的过程 扒皮的过程 你一直给他念 然后你如何去救他 然后你如何让他从动物 变成人的形象 动物形象变成佛菩萨的形象 翁阿翁 然后你就要一直转化他 这个叫大悲无量 让所有赌博的人不再赌博 让贫穷的人变有钱 让邪贱的人变正贱 所以这个叫 大乘的苦 不是体悟到自己的 生老病死苦 乃是所谓的种种心的痛苦 而是把这个痛苦化成什么 来众生无边事愿 用众生无边事愿 而不是个人的 所以所有众生无量无边 只要他在轮回 不管他在天道 他做富贵人 乃是做一个非常有福报的狗 天天陪着主人睡觉 吃最好的用最好的 基本上他还是愚痴的苦 最后他慢慢得癌症而死 死了以后 他还继续轮回 那你要去思维他的痛苦 然后一一的 所以那每一种众生的痛苦 都是来自于烦恼 所以佛讲苦极灭到 生命之所以生老病死轮回苦 心情上的爱别离苦 求不得苦 愿真会苦 乃是身心变化的五应次胜苦 生命都在苦 这个苦的主要的原因 是来自于众生本身的无名我质 贪爱执着 因为你不了解变化无常 你就觉得这个女人很美 这个男人很帅 这个钱很好 这个欲望很好 事实上那些是伤害你的 就像各位以前是抽烟的人 现在你不抽烟了 那你就想一想 有这个烟还很难闻 但是我以前怎么喜欢抽烟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这个环境就被影响了 现在你慢慢知道了 所以从知道以后 你自然会舍弃它 香的东西会变臭的 对不对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个不好的 但是因为你没有智慧 你就觉得它是好的 它是快乐的 那你就会想要抓住它 叫爱然执着 这就是痛苦的因 那站在解脱道要消除它 但是站在菩萨道呢 那你这一点你要了解 来 了解依依众生的痛苦 各位这个你真的要 你不能说 反正我把全部经都讲完了 各位你听我讲 讲到各位都睡着了 我还在讲 我讲我的经 你睡你的觉 我哪里知道你苦在哪里 这样不行的 那你要眼睛一看一下 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佛菩萨会加持你的 你会马上感受到 对方的问题在哪里 他在想什么 然后你就会讲这个东西 你要对峙它 就是医生 医生一定要知道你的病 跟病的原因 然后他拿出 针对这个病因来对峙 那所以各位这种 慈悲的禅定你一定要修 这个跟小乘不一样 所以大乘的禅定 你要一一的观想 像各位在美国社会 你也了解美国社会的苦 你已经到这个社会了 很多人都会讲 很羡慕要搬去美国 搬来以后你就完蛋了 他做街油 因为这个环境不像你想的 所以这个世界 没有一个角落是快乐的 只是比较好比较不好而已 没有就近 就像有钱跟没钱 只是比较方便跟比较不方便 你也不见得有钱 你就可以吃十碗饭 不用上厕所 吃好一点跟吃差一点 还都可以过的 但是所以佛教里面 把它当作不就近 升天很快乐 但是他也是暂时的 而且他在不快乐的时候 更不能接受 所以叫升天不就近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归三宝 唯有佛才是就近离苦的状态 佛有这个大智慧 叫断德 可以断一切苦 他可以看清楚一切 所以我们今天 研究大乘佛教 不是光自己 自己的问题 没问题的 知道自己哪里有问题 你要去对峙 但是你要知道 众生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我想各位 一定要去看这个社会 来去了解 要去问这个鱼怎么被杀了 这个鸡怎么被打针的 现在台湾有个骗子 有一位教授 干脆出来讲 各位所吃到的鸡 他们只有四个礼拜 这样而已 一位下来就一直打针 一直打针 四个礼拜赶快卖出去 超过一天 他们就要亏钱 超过两天更要亏钱 他要讲刚刚好 而且不大不小 就可以卖了 现在台湾的猪 也不想养大 养了差不多四个月就赶快 那个时候肉也嫩 这样 你在大他饲料吃的太多 长得又慢 他们都算好了这种经济价值 很可怜很可怜 但是猪为什么会做猪 你要去思维它 鸡为什么会做鸡 你要去思维它 思维到你可以感受到它的苦 但是各位你放心好了 那你怎么知道鸡在想什么 大悲无量的时候 佛菩萨就会加持你 你就有那个因缘慢慢去体悟 它的苦的因是什么 所以叫禅定开发神通 这个神通不是一般那种 这种普遍看到什么 而是你可以感受到对方的因 因果轮回的问题 所以这是它的想法 那要这样去了解 所以众生无边是原度 因为众生苦 那众生的烦恼是什么呢 烦恼无尽 各种的众生 那你都要断除他们的烦恼 一一的断除 断除烦恼的方法 各位要学 这个就是苦其灭道的灭 灭就是灭苦 那什么样的苦把它消灭掉 那灭苦叫法 法门无量 事业学 因为众生无量 烦恼无尽 所以你要学各种各种的方法 那为了要圆满帮助所有众生 唯有成佛 你没有成佛 是没有办法就进圆满帮助众生的 所以佛道无上 事业成 但是你千万不能为了成佛 而舍弃众生 舍弃学各种的法门 学舍弃断众生的烦恼的方法 那反正我就一直读佛经 一直读佛经 一直打坐 然后你就可以成佛 那是一种知识 知见 因为你必须半功半度一样 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 在度众生 不离众生 不舍弃众生的状态 去断除我职 这个叫波罗蜜 也叫以不施断除迁滩 对我们不施的目的 就是要把 连我的财产 这个观念都不能用 甚至不施最高的叫奉献 只有你没有我 连我的肉体都不是我的 所以叫财师 法师 无畏师 所以我想 而且这个财师还分着 身体也是一种财 释迦牟尼佛 你有形的金钱跟肉体都在布施 完全把自己完全的放下 浅谈 那你这种身体是我的 金钱是我的观念 那这样一方面可以帮助对方 结善缘 二方面也可以断除自己 持戒消除毁犯 我们要守戒律干嘛 守戒律就是说 今天你要发愿 别人把你打成肉酱 你都还不想报复 还不会弃他 还不想要报复伤害他 所以佛教的基本的思想 就不伤害的思想 如果你现在还想报复 如果说别人跟你讲一个逆境 好我就翻脸 明天我不来了 你这个很凶 在某个条件你是好的 在另外一个条件 你就是翻脸了 这很可怕的 所以各位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这个最狠的话不要讲出来 那因为功德全部就不见了 所以我认识一位出家人 出家没多久 然后后来有人惹罪 他讲 如果是我在家我就答辩你 那我就跟他讲说 你已经还属了 是吗 我没有啊 后来他就还属 因为他的心变了 他只是 他这个杀 伤害对方的心意有了 那你就破菩萨戒 虽然你动作没有出去 所以菩萨叫心戒 小称佛教叫行为戒律 在外表 菩萨从外表还要从内战里面 那这些 那各位要去了解 所以我 你今天你学佛了 那你的戒律不是说我不伤害 我保护自己也不伤害 而是说 任何众生怎么样的伤害我 我都不会抱于伤害 以暴自暴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要有决心 今天你结婚了 你做生意 你做什么事情 别人害了你 那是因为我还他债 这个债还完了就好了 你要有这个决心 做一个不会伤害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慈戒说 就算我投胎做一只大野狮 我也不会吃众生肉 所以这个世界真的有吃水果的诗子 而且佛陀在累世都投胎很多这样子的动物 以这种动物的魁梧 但是他却不吃众生肉 去保护其他的众生 那当然各位最好也能够发这个愿 那这个就是大乘的戒律 所以你这个人不会伤害别人 别人就自然不会怕你 特别你要行菩萨道 别人看到你就会接近你 就像早上我讲的 为什么甘露施食最好是小朋友做 因为小朋友无害人之心 他来做的时候力量很大 很多众生敢过来 就像一只狗在胸 他小的时候不会咬人 他就是很可爱 所以我们修行就要修到 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那你要一直恢复恢复一直恢复 我们叫童子弟 童子弟就是你修到你像小朋友一样 也叫如来极爱一子之地 所以你在吃死的时候 最好把心变成如来最爱的对象 你这个佛子不然不伤害众生 你想尽办法要去像佛一样 虽然你不是佛要去帮助众生 如果你有这个如来一子之地 事实上就是法菩提心的意思 佛陀叫法王子 佛陀的心的儿子叫心子 所以各位讲一下做佛陀的儿子好不好 就是心子 佛陀的佛心的儿子 你要去接受 你要去承担佛陀的事业 那在这种范围之内 别人怎么害你 你不要反暴 也不要去防别人 中国人说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们要说防人之心不可用 你这种防人之心 他就是贼就来找你 不要去设计别人 今天不管你做什么生意 我做这个产品 就是希望能够对别人有帮助 你希望不要把它设定在前面 就像有时候我去别的道场 红房他会说 海大法师你传法要讲好 一个要收十块美金 我说这个我就不能来了 他说你不这样说的话 他们到时候交一块美金 我们连便当钱都亏掉 我说你这个还叫道场 你已经不相信众生了 我就说就算他没缴半毛钱 你能够请他吃一顿饭 那我们多有福报 所以你要越慈悲 你才会越感召更多的人来 你要是越不相信对方 那这个变成一个有压力的地方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一样 包括我结婚的时候 我也跟我太太说 既然你要跟我结婚 哪一天你外面有男人 我会原谅你的 我是可以接受你的 我还在那边哭 你不爱我 你怎么讲这种话 不是我不爱你 是我真爱你 我接受你的一切 因为我已经决心跟你结婚了 因为我太太实在是真美了 所以有时候我去外面交际应酬 旁边有女人 她打电话给我 你现在在哪里 在夜总会 在喝酒 旁边这边有女人 有 你要不要来 我说你来 我就替我解围 因为她实在长得很漂亮 又有钱 但是我跟她讲 就是因为如此 所以我既然要跟你结婚 那我就要完全接受你的一切 这是我应该做 这样我才可以快乐睡觉 我不用在那边担心 只是我不知道最后 对不起 我要离开你 我要出家去了 所以只是我出家 我还是祝福她 我还跟我儿子说 万一你妈妈要再结婚 那你要对那个爸爸很好 因为她会照顾你 所以你要感恩对方 因为这是我必须做的 如果我不这样做 我出了家还在担心 你不要找别人 那我就不用出家了 因为没有放下 所以我想各位因为如此 觉得我就没这个问题 就像我跟人家合作做生意 我都跟她说 你可以骗我 但是我不会防你 但是你可以骗我一次 但是你可能骗不了我第二次 我也不会告你 那我认为我这个想法 其实过去是修的 我从不包袱 我从不跟我这些股东们说 你要是怎么样 我说我不会 你骗我 我也不会告你 只是很可惜 我们不能再继续合作了 因为我不想要你防我 我防你 也因为如此 我发现我做了太多太多的生意 我比别人有福报 那因为有福报 我才可以进一步 能够听闻大乘佛教 而能够有福报出家 所以我想大乘佛教 最重要的是什么 来 相信 这一点是现在这个社会最可怕的 不相信你 政府不相信老百姓 老百姓不相信政府 然后就造成一种 互相监督的一种关系 这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在这一点 那各位你回去要跟你老公说的 我从今天开始决定相信你 那你就快乐了 我每天念佛 他没事就来烦你 为什么 因为你不会再跟他们念念念念 不相信他 他都觉得你很可爱 因为你相信他了 而且这个相信 并不是说相信他会好 你再来 相信对方可以成佛 绝对相信 对方有佛性 一只狗也有佛性 一只鸡也有佛性 佛性是 你下地狱佛性都还在的 因为万法的本体都是空性 空性就叫佛性 所以这个男人强奸你 他也有佛性 所以只是可怜 他的夜暴的身体在伤害你 他的佛性还是在 各位一定要这样相信 相信自己可以成佛 因为有佛性 也相信对方可以成佛 这个只是一个喝醉酒的国王 他忘了他是皇帝 这个只是一个身上怀着 珍珠巨宝的乞丐 他不知道这个是埋在他衣服 他还认为他是乞丐 所以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 觉悟的第一个观念 念一下 奇哉奇哉 一切众生 皆具足 如来智慧得相 只因妄想执着 而不能正得 所以众生自己有宝 何必往外求 所以六祖会人来说 自信本具足 何须往外求 往外求是苦 往内看才会快乐 现在你会痛苦是往外求 男人啊 你在哪里 女人啊 你在哪里 美金啊 你在哪里 然后你就去抓那些东西 你越去抓那些东西 你离开你的佛性越来越远 所以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你的佛性 当你慈悲的时候很容易看到 所以各位放生的时候快不快乐 快乐 我经常在讲说 我去放了一只螃蟹 放了一只狐狸 就像我的沿途被车撞死了 我都还在笑 因为我们死的是 这是我的夜报 但是那只螃蟹活了 而且最近都是母螃蟹 它的蛋至少有一万个 你就一只母螃蟹 一块五美金 是吧 一块五美金 它就有一万个生命 而且这个母螃蟹 非常谢谢你 你千万不要说众生不知道 你救它 它永远记得你 你一只蚂蚁它都会记得你 因为众生有灵性 所以这个业力不可思议 你今天杀死一只蚂蚁 它就会来跟你讨报 你说蚂蚁怎么这么厉害 因为这个业力不可思议 你对它好 它永远记住你 你伤害它 它永远找你 这个业力不是说 有人我说 师父写牌位 这个地址到底要写 你不用写 它会跟着你 要写中文还英文 不用写 它会跟着你 你改一万个名字 它也跟着你 这业力不可思议 所以因为这个是一种 一种业的形式 不是你可以去想 因为这个世界 就像一个电脑 一个大电脑 一个不可思议的状态 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 那我们刚刚讲的 视圣体 众生都很苦 不是光你自己 苦的原因 你终于知道了 是因为我们的妄想执着 如果你把妄想执着拿掉 你就看到你的自性 佛性 空性 悲心 菩提心 那就是你本来的面目 就像一只再凶恶的老虎 都爱他的小孩子 这个就是佛性 妈妈再坏 也会爱亲生的独生子 这个是他本来具足的 所以 那如果你要用这个 对儿女的爱 去爱所有众生 那就是佛性 所以为什么叫空 空就是平等的意思 佛就是平等之意 成佛就是 绝对平等 没有分别 健康也好 生命也好 生也好 死也好 有钱也没钱也好 来去自如 因为他活在的是真相 真相是自性的清净 而不是东西有跟没有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就要经常去思维这个道理 所以我以前在家 我是一个赌王 输钱的赌王 我没赢过钱 那时我不赌很难过 所以 把我拉斯维克斯 云顶高研 我是那边的善财童子 那时我很奇怪 别人会自杀 我不会自杀 我每次都赌了 快跳楼了 那我喜欢那种感觉 赢了我倒不太好意思 赢了我倒是看到对方可怜 输了我还不倒 这样 如果保持安定 这样而已 就像我刚刚输了 几千万 那我现在在跟你喝咖啡 我都不会提这个事情 因为放在心里就好 输了 从头来喝咖啡 但是你不能把它挂在心里 这个是有一点像自我折磨了 但是事实上 我原来这个是一种修行的习气 原来修行 它就是对峙这些烦恼 当你能够对峙这个烦恼 所以失恋感觉好一点 还是谈恋爱感觉好一点 失恋好像比较好一点 比较容易开悟 所以我喜欢一个人看电影 很多人都看我 你怎么一个人看电影 你旁边没人吗 一个人看他们说我同心念 不带去也对 同心念也没有错 但是我就是 因为一个人我可以专心 不然的话我还要照顾他 要不要喝什么 还要牵牵手 我都不专心 因为你今天造一个女孩子 你需要三不五十个 哈喽哈喽 对不对 不然他就跟你 这样 所以那你会觉得说 我是如此 所以自己如何征服 你可以享受孤独 所以各位最好 练习享受孤独 这是修行很重要的 因为从孤独 这个就是禅定 禅定就是你跟你自己在一起 然后你才会看到真相 当你在忙着你的先生太太 儿子事业的时候 你没办法禅定 所以禅定的时候 是叫你放下这些外在的因缘 看着自己的心 呼吸 这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观想佛像的子 子观就是专心的子 所以从专心里面 然后去分析他 去分析他 像各位你看到这个佛像是真实的 但事实上他是假的 对不对 他是这些铜 这些原料配合成的 你一直给他分析 所以他是个空性 他只是一个暂时的存在 这些铜片也可以拿来做马桶 做别的东西 他只是一个组合体 那佛要我们看到的是他的本体 他的本体是空性 那空性不是没有 念一下 大慈大悲 名为空性 名为佛性 他就是要你去看到这个 意思说 佛存在的目的在干嘛 爱一切众生 愿所有众生离苦成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千万不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怎么不念佛 念佛才对 不要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很多人是这样 这个叫法执 他认为念佛对 他认为持座对 他认为禅宗对 他卡到一个东西 他还是没看到真相 如果在大乘的经典 这个名为邪见者 因为你卡到一个 法上应舍何况非法 所以菩提非菩提 名为菩提 你执着你就完蛋 任何一个法都像一艘船 他只是让你渡过去的 渡过去船就要放掉 但是阿弥陀佛是个大方便 阿弥陀佛是个大方便 但是你不能卡到这个东西 那真正你到极乐世界 目的是要让你看到空性 你叫无生法忍 无生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 你不会再起心动念 对一切法的变化叫忍 你都很平静地接受他生 接受他死 接受他的生生灭灭 由皇后变乞丐 由有钱变穷 那你可以保持在这个念头 但是你唯一的念头呢 念一下大悲不退 那就是我到极乐世界 趁愿再来的时候 那我是来爱众生的 我不管你是天主教 基督教 佛教 敌人 反正我爱你再说 我要杀你 OK 先吃完饭 先吃完饭 这些该给你的给你 你要杀就杀吧 因为你杀我 让我成就一个功德 可以修忍辱 所以释迦牟尼佛 过去是被杀的时候 他流出来是白色的甘露 让对方觉得 你怎么不是流血 因为我没有恨 我只想要借由这个杀 消我的业 借由这个虾来成就我的忍辱 就像金刚经里面 鸽利王节节鸽 这个鸽利王是一段一段的鸽 忍辱身体的 他不是一下让他死的慢慢切 但是 让他忍辱先忍辱 谢谢你让我一直进入空性 达到了一个最圆满的 无身法忍的空性 而且还不施其对 你杀我的人悲心 所以这个鸽利王后来成为佛陀 出家以后 成佛以后第一个弟子 乔成如比丘 所以你伤害我越多 你希望你越接近我 所以这个就是这种心态 我想我们学佛是希望 每个人可以成为一个佛教的人格 这个人格 而不是说佛法对佛法错 佛法没有错 但是佛法是永恒的 是扮演的人的问题 所以不服我们在家出家 我想各位你现在学佛了 那你在你的家庭社会范围 一定要让别人了解 你学佛的动机跟表现出来的人格 像我以前是做旅行社的 做旅行社他们就有很多团体 因为我自己开公司 所以我不用出门的 因为我们是在后面操控 而且有做大盘的 所以做大盘的量就很大 那后来我学佛了 我觉得那时候只是为了赚钱 懂得用各种方法去赚钱 然后这些钱再去转 做房地产 做别的 但是后来学佛了 那我不能这么做了 我开始去面对团体 因为我师父说 你不能再躲在后面了 你要亲自带团 亲自办证件 带这些老菩萨 带这些 我记得是大陆刚开放 他说赚死人了 三大件 五小件 换美金 这都是赚死人了 但是我发现 这个都不是好事 在泰国买燕窝 没有一个窝是真的 买赚戒到帕泰亚 冲个海水 你就褪色了 但是市场就是如此 市场都是假的 到泰国去旅游 是不用缴团费的 叫泰国去旅游 是泰国的旅行公司 还给你钱 把这些猪抓来杀 了解吗 抓来砍 抓来杀 然后导游也要给公司钱 公司也给台湾钱 然后就一个月 200团去那边杀 什么都免费的 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会买 他说台湾开放会买 现在大陆开放更是力量更强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社会的劣向 但是你如果知道 你会觉得自己很有罪恶感 但是这种钱怎么来怎么去 但是对我来讲 我了解这个以后 我就觉得自己当然有惭愧心 那是有惭愧心 因为学佛了 所以要去弥补 要把它做得很好 好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紧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 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佛的智慧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我觉得这是我选择双打的原因 有一个人可以在背后去做支撑 那遇到所有问题 只能依靠对方一起度过这难关 就像我这次打奥运 他就讲了一句话 就是你尽量去从后面有 我们是一起去面对问题 而不是孤军奋战的感觉 就像防疫一样吗 对 就跟防疫一样 接种疫苗 提升防御力 出门戴口罩 保护自己与他人 保持室内1.5公尺 户外1公尺社交距离 肥皂勤洗手 内外夹攻大力丸 落实防疫基本功 一起为台湾拿下防疫金牌 台湾加油 表演赛可以放松了吗 当然不行 就跟防疫一样 心中没有恨 才是最美的心 我们应该要用爱的力量 来帮助众生 感动众生 释迦牟尼佛 观世音菩萨 等诸佛菩萨 从来没有惩罚过 放弃过我们 他们是用慈悲感化了我们 我们也要懂得运用爱的力量 慈悲的力量来服务众生 利益众生 真正优良的宗教信仰 是来自于其信仰中平等的爱心 与慈悲的行为 因为世界任何宗教的产生 都是基于善良与爱为出发点 当我们全面为一切生命奉献 与服务时 就已经看见一切宗教信仰的争随 善良与慈悲的修持极为重要 他们就像是人生的守卒 与眼目一样 缺一不可 因为善良与慈悲 是一切平安与喜乐的全员 所以当我们遇到顺境或逆境时 都应该以善良正面 慈悲大爱的心态来面对它 慈悲与智慧圆满结合的心境 就像修行者的心脏 是一切动力的所在 慈悲是感情极致的表现 智慧则是理智圆满的展现 悲与智的圆满融合 才是修行者安乐的恩怨 陀陀是我们最珍贵的导师 他所教导的悲智修行 但是我们心灵最佳的原样 我们一定要使慈悲与智慧双运 平衡地发展 让空性中融合大爱 大爱中融合空性 一天的24小时当中 我们会从事不同的行为 例如睡眠 饮食 工作 甚至娱乐 每一项简单的生活模式 都可以将其转变为 成活的因 解脱的因 这转变完全取决于 我们的发心 动机 所以我们应该要以慈悲心 来面对人生的大小琐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